字幕提供 好 同學 這個單元老師會為同學介紹的是 預言一次方程式 預言一次方程式的最主要原則就是 找到位置數x 然後排等式解x 等一下在例題裡面 同學一定要體會出來 老師會跟同學特別提醒 怎麼樣去找到x 怎麼樣把文字換成數學的式子來解x 好 我們就看到底下的例題第一題 他說 以之甲乙丙三個人共有一些錢 其中甲的錢是乙的兩倍 乙比乙多一元 比乙甲少十一元 那你會說 老師 甲乙丙有三個人 怎麼辦 對 我們就找到一個人當基準 然後來假設這個x 然後排等式 首先你看一下 他說 甲的錢是乙的兩倍 那我們比較容易一點 你可以假設甲是x 也可以 假設乙是x 也可以 可是以這個題目的敘述來講 的誰是誰的幾倍 那就是乘 所以甲是乙的乙的兩倍 那你這樣子來假設的話 你看 如果你假設甲是x的話 乙就會變成2分是x 盡量的不要讓它產生分數 你的計算過程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原則上 我們就假設什麼 假設乙是x 那麼甲就會等於乙2x 知道嗎? 這個假設還是有一點技巧的 因為題目裡面它是要算整個三個人多少錢 不是單問甲乙丙哪一個 如果問你甲或問你乙 或者問你乙 你就題目要的 我們就假設它是位置數 可是這沒有它要算全部的錢 所以我們假設誰x都可以 那要注意一個原則 假設出來的是要計算不要複雜 要方便 這樣只是我們的原則 好 你看一下 那你看一下 乙比丙多一元 所以乙是x 那你要說 乙比丙多一元 那x減1 乙減掉一塊錢是不是就是丙的 比較多 對不對 減掉 然後你後面那句話就是關鍵的 丙又比甲少 來 丙又比甲少 丙甲是2x 少11元 所以注意喔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從乙可以來算丙 從甲也可以來算丙 那你要同一個丙 這兩個x 這兩個x減1跟2x減11要什麼相等 所以答案就在這裡了 x減1就等於2x減11 所以我們來移向 移過來這邊就是變成x 這邊移過來就是10 x就等於10 x等於10代進去 所以乙就等於10元 甲就等於多少 20元 那比呢 比就是10減1嘛 比就是多少 9元 所以他們三個人加起來總共多少 39元 39元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我們選第四個 這一種就是標準的 標準的假設s 解x的一個標準的例題 1元1次方程式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我加1兩個數 兩數的x是13 小數比大數的 5分之1被多6來 的就是乘 好 所以來 現在問你 他一直告訴你大數是x 比較大的那個是x 所以他的 他的5分之1 他的5分之1 小數比他的5分之1還要多6 所以這個小的數 這個比較小的這個數 這個是比較大的數 所以等於大數的5分之1 再多 多就是加6 這樣知道嗎 很簡單 所以這是小數這是大數 然後接下來他們兩個之間一定還會有一個關係 排什麼 排等4解x 就是底下那句話 然後前面那句話 兩數的x是13 所以兩數大的減小的 大的減小的 要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13 好 那題目不是要你算出來 就是照這個式子排出來 所以這個式子排出來的 正確的是答案多少 選第四個 所以第二題答案是選第四個 大數減小數等於13 好 這都是我們的基本算法 基本解x的一個算法 有沒有 假設x 然後找出他們兩次的關係 排等4解x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題 魔術口水瓶上面標示的正確使用方法 一次使用量是瓶蓋的容量的三分之一 然後小玉買了一瓶 看錯了 本來用三分之一 結果他用二分之一 用了十次之後發現錯誤 可是這時候剩下這一個漱口水 只剩下原來的四分之三 那代表用區的多少 四分之一 好 來 所以現在的關鍵就是這裡 比方你要曉得 我們假設這是一瓶漱口水 好 他今天這裡用掉了 來這裡 這裡四分之三 剩下四分之三 他用掉了 他用掉了四分之一 所以同學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題目他用掉了四分之一 他已經用去了四分之一 題目講的啊 有沒有 那這四分之一怎麼用去的 來 就是 來 因為題目要你算了 請問他要用多少 關鍵就是那個瓶蓋 有沒有 我們就假設這個瓶蓋 瓶蓋的量是x 那他每次用 每次用多少 題目講了 每次用二分之一 那用了十次 用了十次 這個量 剛好就是這個數口水的多少 四分之一 他用去的四分之一就是剛好 瓶蓋二分之一 好 那很簡單 就是等於多少 就是等於五個瓶蓋 我們假設一個瓶蓋的量是x 好 就是五個瓶蓋 好啦 那很簡單的 那這裡四分之一是五個瓶蓋 那四分之三呢 你看喔 四分之三剩下的 所以剩下的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是五個瓶蓋 那四分之三是他的三倍 所以我們就剩下的四分之三 就會等於多少 來 五x的三倍 因為四分之一是五個瓶蓋 那四分之三就是等於 還有幾個瓶蓋的量 十五個瓶蓋的量 好 那這十五個瓶蓋量 接下來要用多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好 所以十五個瓶蓋 你每次要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瓶蓋量 這樣的十五個瓶蓋 是三分之一的瓶蓋的幾倍 是不是就是四十五倍 四十五倍就可以用多少 四十五次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小心 其實這個題目就是用瓶蓋 以這個瓶蓋當作他們的橋樑 首先 我們用到的四分之一 它相當於半個瓶蓋 半個瓶蓋 用了十次 等於我們用了五個瓶蓋量 五個瓶蓋量 五個瓶蓋量相當於四分之一 五個瓶蓋相當於四分之一 剩下的四分之三 當然就是十五個瓶蓋的容量 那這十五個瓶蓋 接下來我們要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用 總共還可以再用多少 四十五次 所以第三題答案選B 答案選B 劉老師 可是如果進考場 我一下子解不出來怎麼辦 來 這種題目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這種題目如果今天進考場 你解不出來的時候 你本身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小心什麼 你假設完X之後 如果排不出來抓不到 一定回去題目還要再重看一遍 才會知道題目之間的關係 它一定會給你一些關係 然後讓你知道他們本身有一個共同的 比如說你看這裡是品感使用的量 第二 這裡剩下的四分之三 跟原來東西的四分之一 又可以拉出他們之間的關係 一定數學式子的文字敘述 一定可以轉換成數學的方程式 絕對 絕對可以的 你只要自己再思考一遍 這種題目就是遊戲規則在這裡 好 你看第四題 第四題它說底下圖1 很多同學誤以為這種題目看到的時候 想要把它全部算出來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他說現在有一個格子 它是3 7 11 15 19 2 3 2 7 3 1 3 5 他打算把它全部算出來 當然這個是可以 用愚公移三的精神 可是你想考試的時間那麼短 怎麼可能這種題目這樣算呢 他說這個四字全部加起來是Y 那現在我們看到圖2 來 老師 有同學看到的圖2 這五個四字有什麼樣的差別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規律 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律 第一個四字 我們看第一個四字就好了 1 2 3 4 5 好 1 2 3 4 5 那是不是九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最中間的這個是Y 那它旁邊呢 旁邊呢 這個剛好就是比它每一個都大 這也是3嘛 這也是4嘛 每一個都比它大 已經有九個數 所以它比它多了9 而這個數是比前面這個來少了9 好 左翼你看接下來往下列推 它是加18 它是多少 減18 好 它說今天現在把這五個數加起來 剛好這個約掉 所以全部加起來剛好幾個Y 5個Y 這只是找到數的什麼 規律性 所以第四題答案是選A 答案是選A 你要會觀察他們彼此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了 我們看第五題 第五題這種題目你不要怕它 這個是一個在我們有限的一個數字裡面 我們是可以算出來的 它說大法跟小明跟父母的體重 它說母親加大法 母親加大法的體重 你就這樣寫 不知道位置數的時候就先這樣寫 等於110公斤 然後父親加小明 加小明 它是120公斤 好 然後它已經告訴你一件事情 它沒有辦法 第四個人嘛 你沒有辦法找出它這些關係 可是你記住一件事情 題目有時候不見得你要解出X 它並不是要問X 它是要問藉由X能夠導出來的數學關係 你看 題目跟你講說大法比小明 來 大法比小明多了3公斤 好 多了3公斤 所以現在大法我們就用這個式子放進來 關鍵就在這裡 一定要用這樣的式子 然後它問什麼 它只問你父親跟母親相差 就是父親比母親重多少 好啦 那你放進來 你看一下 所以這個答案就會變成母親加小明 再加3 會等於多少?110 那你要找到他們之間的差 當然就是這個是第2式 這是第1式 第2式減第1式 答案就是題目要的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算出父親母親 它本身的重量 可是可以算出他們的差值 好啦 相減 所以父親減母親 因為相減小明不見了 所以這邊減3之後 當然魚120減110就是10 然後一向過去 所以父親減母親 父親減母親 父親跟母親的重量差 就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多少?13 就會等於13 所以這種式子就是另外一種未知數的感覺 一介由小明之間 你說老師你怎麼會知道這種東西 因為他本身四個人 你沒有辦法一個一個之間 不會像剛剛第1題 夾與比母之間的關係 你只能藉由這樣子 之間的關係 拉出題目要我們算 他只要算父親比母親重多少而已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6題 第6題是一個很基本的 懲處的觀念 他說小明 以8折優待的價錢買了一些文具 共花到X元 如果沒有這個優待 原來要多少錢 所以原來是定價 定價打了8折 打8折就是乘以0.8 或者是乘以80% 這個80%跟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會等於多少?X 好 這也是乘以過來 所以原來的定價就會X除0.8 X除0.8就是X除十分之八 或者是除十分之八就是X乘八分之十 這兩個都是 這兩個是可以的 所以找答案 好 所以要乘八分之十 除十分之八 所以答案就選B 答案就選U 好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乘除的概念 移項 這邊是乘 移項過來就是變成除 好 第七題 好 劃減 第七題 劃減 第七題劃減 第七題劃減 第六題難選B 好 第七題它是劃減 他說2 3X-1-3X加2 他劃減 來 這是去管號 乘進去 2 3 6 6 6X-2-3X-6 所以這個很基本 這是送分題 所以這個都叫3X-8 所以第七題答案是選A 答案是選A 好 第八題 第八題的題目 同學 你要知道這個基本的立題 老師已經跟同學講 現在我們看到填充題 填充題這是基本的題 基本的什麼 X的計算 然後把它去括號 這個跟我們的整數式的運算 跟分數式的運算 其實原理都一樣的 去括號先乘除後加減 所以你看 田中題的第一題 8X-3 然後這裡中括號 5X-4X-4X-2 好 這是中括號 從括號裡面 然後先乘除後加減 來 先處理 所以這裡是減 所以這裡就是5X-4X-4X-2 你就記住 提出去就要碰一下 提出去就碰一下 如果碰到負的就要變好 就要這樣子 基本感覺 好 這也是8X-3 好 來 這是8X 來 提出去 碰一下 來 減15X 提出去 減12X 來 要碰 負2 碰到負3 所以正6 一定要碰到這個 然後看到這個到底是正還負 最後的結果 這是多少 這是總共是多少 負27 負27加8 就是負19X加6 所以它只是要你整理出來是多少 這是區括號 區括號 這在我們整數式的運算 分數式的運算都有用過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題 第二題是分數通分 來 它說 2分之 x-5 加 3分之 7x-8 這是很基本的例題 通分 3 2 最小公分數6 所以這裡乘以3 3x-5 加 這裡乘以2 2 7x-8 所以這個乘以3 這有多少 6 3x-15 加 14x-16 所以這個答案就會 6分之 這兩個 17x-31 就是6分之17x-31 這兩題只是老師做一個簡單的例題 讓同學知道什麼區括號 然後分母通分的一個演練方式 好 接下來我們看填充題的第二大題 填充題的第二大題 它要你畫簡一樣 要熟練 這些題目你要熟練它的原則 而不是說你今天寫了100題 寫了200題 然後來背它的算法 不是 你只要熟練原則在計算的時候 要小心 去括號 一下看到正負這個變號 小心 因為這一個 在基本學歷測驗是基本學歷測驗裡面 在考試的時候是基本題 你分數拿不到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傷害 這種題目一定要小心 高手絕對不可能 會因為這種題目而被修理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要求自己 一定要這種題目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正確 好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1x-6 括號在這個地方 你一步一步來不要急 一個一個括號拆 所以這個中括號你就去不要弄它了 來這裡就是4x-5x 你就注意移出來 是移出來負的 移出來所以遇到碰到負的就要變好 就這樣子 好 所以這裡面就會變成 11x-6-2 來這中括號我們先割著 這是負x加3 這先裡面先計算 好 移出來又碰到負的 所以這邊就是11x-6 移出來碰到負的就是變成加2x 來負負得正 這個3乘過來就-6 好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13x-12 好 這是化解很基本的去括號 然後移出來的時候 碰到負的時候要小心 好 第二題 第二題也是分數的化解 一樣 找最小公倍數 分母的最小公倍數 來 第二小題 1-2s加1-3s加2 它要化解 我們只要化解而已 才通分6 所以這也是6 小心喔 這種題目你要記住一個技巧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數字 這是一個負 這要乘你上下乘你一個3 所以這裡3的時候 我們這邊把s加1先刮起來 這裡來乘以2x加2 所以這個地方乘起來6 6-3x-3-2x-4 所以這個答案就會變成了 來 這兩個負5x 來 這是10 來 看一下喔 這裡是正喔 你眼睛不要被這種正負號 然後最後眼花流亂 6-3-4多少 減1 好 所以它現在題目只是要你化解 所以這個地方看看有沒有可以約分的 不能約分的這就是答案 6-5x-1 這個是只是化解而已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第三題也是化解的題目 化解的題目 去挖號 化解 那這種東西一定要細心 正確率一定要高 來 去挖號化解的題目 7-3x 7-3x 乘-2 然後- 中括號 4x-1-5 好 它文化解之後多少 來看一下 -2來 乘進去 負的 負14 乘進去 加6x 好 中括號裡面先處理 中括號不要去動它 來 4s-4-5 好 寧願多寫一排你也不要擠 這種題目擠沒有用 來 這地方的話 4x-9 你寧願多寫一排 慢慢來都沒有關係 這個快也快不到多少 那正確最重要 來 一過來負4s加9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多少 負4 來 這也是負4 這也是6-4 所以是2s 這是負14 這多少 負5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2s-2 化解 好 老師也念過這幾題之後 你記住 你要照老師這樣子 有規律性的 然後按部就班的寫 要求正確率要達百分之百 絕對不能有任何的一個括號 然後一個負號產生錯誤 好 接下來我們來開始 減一元一次方程式了 然後我們看第四大體 第四大體它說4s-2-3x加7等於2x-1 要你減x的值 然後第二題是3分之1x-5等於4分之1x加6加1解x 好 剛剛我們幾個例題 我們可以拆過號 現在因為有等號了 所以就可以解x了 來 我們一樣拆掉 這裡乘進去4x-8 4x-8乘進去這裡 來 移出來負的 負3x 移過來-7 會等於2x-1 好 來 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這裡是x x-15等於2x-1 如果同學不習慣用負的話 老師可以建議你 不見得每一次x都移到左邊 你移到右邊移到左邊都可以 只是你位置數都是要移到同一邊 好 我們現在這裡習慣正的 我們就移過來好了 這邊就變x 這邊移過去就變成-15加1 -15加1就是多少-14 所以你這樣寫也沒有錯 x等於-14-14等於x 所以你如果不習慣變號變來變去 不見得每一次都一定要把x移左邊 或者是x移右邊 你就讓x變正了 不要再算出來說還要變號一次 那很麻煩 不過真的變號就很容易被修圍 好 來 接下來看這個 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小心 這是要解x 解x的話我們把它全部通分 你看3跟4的最小公平數多少 12 所以這個地方這邊要乘以12 這邊也大家都要乘以12 全部都要乘以12 所以要乘以12之後就變成 4x-5等於3x加6乘以12 然後這裡 這裡要乘喔 公平大家都乘以12 好 接下來 4x-2等於3x加18加12 這是我們叫做去分母 分母去掉 分母去掉再來解 好 所以你看到沒有 現在這裡x移過去不是正的比較好嗎 所以x就會等於2 來 這邊加起來是30 這邊移過來剛好50 所以解出來的x是50 好 這種是基本的解x 老師就舉兩個立體讓同學體會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去括號的 然後分母的一樣多練習幾題 然後了解那個遊戲規則 其實就可以舉1反3了 來看第五題 一樣喔 4 然後這裡一個中括號 5x-3 然後這裡是x-2 中括號 你注意看老師在寫的模式喔 有的同學在算數學的時候習慣很不好 正負號寫得不清楚啦 中括號啦 小括號啦 亂七八糟亂寫的 改掉你的壞習慣 按部糾班的每個字每個字 要有條理的寫清楚啦 這種分數才會拿得到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地方我們開始 4 中括號先不動它 5x拿出來-3x 拿過來碰到負就變號加6 好 減1等於7 等於7 這裡一樣拿出來20x -3乘多少 20x 來 這裡移過來 好 這裡不用 因為它是中括號我們可以在裡面處理就好 來 這裡多少 2x加6 2x加6 中括號 這裡是4 這已經算好了 這樣子-1等於7 好 所以8x加24 全部乘進去 或你乘出來都一樣的意思 -7等於7 -1等於7 好 所以這裡8x 所以8x看說 這邊移過來 這邊移過來是8 這邊是負的喔 所以這裡才叫做負16 看到嗎 24-1 23 23一過來是負的 所以7-23 所以x就得到負2 x就得到負2 好 這基本的去括號 從裡面一層一層的拔出 拔出來之後 你們注意 括號裡面先把括號處理完 然後先乘除後降減 好 再來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2分之x 加3分之2 乘以括號 150 好 來 2分之x 2分之1x 加3分之2 150-x 等於13 這很基本 跟剛剛一樣 32最小公平數6 所以乘以6之後 3x加這裡乘以2喔 所以乘以2 這2乘以2的話 變成4 括號先不動它 讓自己小心一點 13乘以6 讓你知道這是左右乘以6的 好 所以這裡開始 SideS乘進來600 減4S等於78 13乘以6 這要小心 你不要這種東西都乘錯 那就很慘了 來 這裡你看到沒有 這個地方是負的 那我們可以把這裡移過來 把78移過來 所以這邊就是x 然後這是600-78 所以x就會等於多少 522 所以x解出來 x解出來多少 522 522 我們接下來看到6跟7這兩題 這兩題看起來好像是兩個異意之處 可是它題目只是告訴你說 x等於1把它帶進去 然後解a x等於-7帶進去解a 這都是讓你簡單的練習一下 我們數學的算數原則 好 所以x等於1帶進去 3分之負4乘1 這裡帶1加7 加2分之1帶進去 3減3a要等於a 好 這個地方負4加7剛好是3 3除以3剛好是1 好 所以這個答案就會變成 老師算這邊 1加上2分之3減3a等於a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大家左右兩邊乘以2 所以2加3減3a會等於2a 移過來這裡是5等於5a 所以a就會等於多少b a就會等於1 好 所以這種題目並不難 你只要把它帶進去然後解a 就解x好像跟解x一樣 好 S等於負7帶進去 3分之負7加a 減3分之3乘以負7減1 負7喔 負7看到s就放負7進來 放負7進來 好 所以等於3分之2 好 你看一下分母 3 4 2最小公平數就是12 所以我們大家左右兩邊乘以12 好 我們原則上 因為它這邊已經放進來 這邊可以先整理一下 避免等一下在通分的時候產生錯誤 所以這邊我們先處理一下 3分之負7加a減4分之 來 算一下 3 7 21 負21再減1負22 等於2分之3 多這一步不會浪費多少時間 只是讓自己更清楚一下 好 我們現在把它乘進去 乘進去之後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乘以12這邊就會變成4 來 老師起來這邊 這邊就會變成了4 來 大概乘上去變成4 負7加a 然後減 小心這是一個負號 所以這乘進去12之後 就變成3乘以負22 來 這個地方小心 這裡有一個負22 看到嗎?這裡有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乘以3 然後這裡等於多少? 3乘以6 因為它這裡是乘以12 懂嗎? 乘以12、乘以12、乘以12 好 那這裡全部展開來就是答案了 所以這種題目不難 負28加4a 負負得正加66等於18 好 這裡4a 不要動它了 4a 好 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你不需要在這邊算 你把它移過來 你看一下 你看 老師移過來的過程 移過來 你看到嗎?18加28再減66 那這裡加起來不是後面有一個6嗎? 是不是46?46減66 所以等於46減66 好 46減66 所以4a等於46減66就是-20 所以a9等於-5 好 這種題目其實只是讓我們同學 去熟練這個演算區括號的一個感覺 因為進考場都有這樣的題目 而且是基本分數一定要拿到 好 以上就是我們一元一字方程式的一個基本立體 接下來老師要為同學來介紹 我們一元一字方程式比較一些技巧性的一些難題 我們看到課後練習第一題 他說x等於-0.99 然後問你這個事實是多少 那這種題目你千萬不要把0.99 負的0.99帶進來 而是算完之後再帶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等於2x 移出來-4 移出來加98x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100x-4 那我們把這個-0.99帶進去 -x用-0.99帶進去 所以0.99乘100是多少 -99-4 所以答案就是-103-103 所以答案是選第四個 第四個第一題選租 好 第二題 他說a等於-3x加4 b等於x-6 c等於7x-4 然後問你這個事實是多少 那你就照他的題目的意思帶進去 所以a-3x加4-3b4s-6 然後-4c是7x-4 照他題目的意思我們把它擺進來 擺進來之後先乘除或加減去括號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括號裡面 我們先處理這裡面 這個可以先擱著 也可以等一下算 -3x加4 好 我們來這裡 乘進來 3x-18 3x-18 這一過來 -28x加16 好 那這裡面的括號 這裡面是多少呢 這裡就是多少 3x-25x-25x-2 好 這裡前面是負的喔 然後這個我們把它乘進來 -15x加20 好 所以最後的答案 最後的答案很清楚了 來看一下喔 這邊就是-15x加20 移出來 加25x加2 25x注意喔 這個前面有一個負號 所以要注意變號 所以最後答案我們把它移出來 移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這是25-15多少 10x加上多少 22 10x加22 這只是帶進去區括號 所以第二題答案是選B 答案是選B 好 我們看到第三題 第三題它說 如圖將一個正三角形切成三 把這三角切掉之後 正六邊形 而且它的周長為x 注意聽喔 它是正六邊形的周長為x 所以每一段 每一段 這個每一段 每一個六段加起來是x的話 那每一段就是多少 6分之1x 6分之1x 它問你什麼 它問你正三角形的周長為多少 來 正三角形幾個6分之x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 所以正三角形就是6分之1x乘以9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2分之3x 所以它周長就是2分之3x 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因為它是正三角形 這裡又是正六邊形 所以這裡每一段都一樣 好 意思題 而小鞋將長方形 一個長方形以60公尺的繩子 隔層大小相同的 好 小長方形 好 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 全部的實線都是這樣子 好 請問一邊是x的話 這邊是x 請問 花園的另外一邊是多少 另外一邊是多少 好 來 這裡有1 2 3 4 那這邊x 長方形這邊也是x 所以現在我們問的它是 問的是這一邊是多少 那很基本 全部的長數多少 60嘛 60扣掉兩個x 60扣掉兩個x之後 1 2 3 4 5 給5個去分 所以答案就是 5分之60減2s 第四題 答案是選B 答案是選B 好 這種基本的一元儀次 就是看題目 題目要算什麼 就講社會之數 照著題目的意思走就對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五題目 他說已知哥哥的身高 哥哥的身高是弟弟的 來 同學把那個的 全起來 的在文數學裡面就是乘 好 的 四分之五 少兩倍 請問弟弟的身高是多少 好 哥哥的身高是A 他的身高是弟弟 來 這個我們就假設這是弟弟 弟弟的四分之五 再減二少兩公分嘛 好 所以現在我們要算這個 弟弟到底是幾個 所以把它移過來 A加二等於弟弟 乘四分之五 這裡乘四分之五就會等於這裡 移過來就變成除四分之五 所以弟弟的身高就會等於 A加二乘 乘五分之四 A加二乘五分之四 所以答案就是五分之四 來 乘進來 就會五分之四 A加八 五分之四 A加八 所以第五題答案是選A 就照題目的意思 假設哥哥是A 那第一 這個我們會之處 就是要用A來表示 然後一項成立就可以了 好 第六題 將多項是五分之三x-2 好 這個一定要把它通分 通分的時候你要小心它不是很等式 所以分母不可以不見 它只是要你化減 同學 全集來 化減 所以三x-2 五分之三x-2 減七分之二x-1 化減的話 同學老師教你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化減的話你就分母不能可以掉 所以分母還是要留著 最小分配處三十五 所以這裡就會7 3x-2 減 這裡減喔 負號要小心 5 2x-1 所以整理完之後 這裡就是三十五 這裡乘進來 21x-14 來 減10x加5 所以上面整個整理完之後 三十五 21-10多少 11x 減14加5 這裡多少 減9 就是三十五分之 11x-9 所以就是三十五分之 11x-9 所以答案是選C 好 這種化減的題目 同學是要注意 那個負號 括號前面的負號 在提出來的時候 變號要變正確 要小心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第七題目 他說阿強在大衛王餐廳裡面吃了五隻龍蝦 龍蝦每一隻是x元 好 注意聽聽喔 在他的消費有80%是刷卡 那我吃了五隻嘛 那一隻是x 那是總共5x的 可是那5x這些錢裡面80%是刷卡 刷完之後剩下了50元來付現金 所以很基本的 看到嗎 我原來是5x 那5x裡面有80%是刷卡 這是刷卡的錢 全部的錢扣掉刷卡的錢 還要付多少? 500元 就是這樣意思而已 全部的錢扣掉刷卡的還要再付500元 但是他問你說哪一個式值是對的 好 這樣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們把它移向一下 我們把它移向一下 這邊5x提出來 這就會變成1-80%等於500 好 這裡看起來好像沒有答案 可是你注意看一下 這地方是乘 所以移過來就是除 所以5x就會等於500除1-80% 這裡是乘嘛 所以移過來 移向過來的話就會變成除的 好 所以這個跟這個式值排的一模一樣的 大概是選第四個提起點 遇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同學老師給你一個建議 算完之後你可以自己再帶答案 假設我們每一隻蝦子是x等於100元好了 或是500元之後帶進去看看 這樣的算法是不是符合題目的意思 這樣子會比較有把握達到這個分數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八題 方程式2x-5等於9x加16 好 這兩個有相同的解 好 相同的解圈起來 就是我們解出來帶過來就對了 所以我們第八題先解前面的2x-5等於9x加16先解 好 這裡老師講過你可以移過去沒關係 負的 可是移過來正的比較方便 沒有規定說x一定要放左邊或右邊 所以我們把它移過來這邊就是7x 這邊移過來負21 所以x的也就是什麼?負3 負3代進來 代進來一個 代進3x-5等於ax加4 來 代進來 所以3乘以負3-5會等於負3x加4 好 現在x這邊負的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 把這裡整理一下 減9-15更負14等於負3x加4 所以我們把現在 剛剛我們這邊是正的嘛 就不用 我們現在把這裡移過來變正的 所以這是3x移過來等於18 所以這是a 因為x代進去3 x代進去3 所以這也是3a 所以最後3a等於多少 3a等於18 所以a等於多少 a等於6 a等於6 所以答案是選b 答案是選b 這個共同的解就是代表說 這邊解出來之後再代過來 這叫共同解的意思 好 第9題一樣 他說s等於5為方程式 2s-7加3s-m等於3s加2的解 那就是x等於5代入 既然是它的解就是把它代入就對了 代入就OK了 來 我們看一下第9題 4分之2s-7加3分之s-m等於12分之3s加2 好 這時候你注意 你把x等於5代進去 x等於5通通代進去 所以這邊就是2乘以5-7加3分之3 4分之5-m等於123乘5加2 好 這裡來通分 這裡通分12 這裡通分12 這裡是5乘214-73 然後這裡就是3乘3加4乘以5-m等於12分之315-2是7 好 所以這12可以拿 可以拿掉 這是等號碼 所以可以左右兩邊乘12 所以這邊就是9加20-4m等於17 好 等於17 這是負的嘛 並以為我們再算的時候錯 我們把m移過來 這邊就都差不多4m 所以這裡都差不多29 29-17 29-17 所以4m等於12 所以m等於3 所以解出來m等於3 所以第9題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x是它的解 x等於5是它的解 那又代進來 然後再通分再求m就可以了 好 以下 x等於2分之x加4分之1x加8分之1x加1 算出來的時候要你求x-3乘以x-6的值 這一樣都是解出來再代入另外一個式子 所以x等於2分之1x加4分之1x加8分之1x加1 好 注意這要通分喔 所以x就會等於來 這最小公分數是8 這裡4s加2s再加s加1 這只有通分而已 老師現在只做這個通分的動作 左右乘以8 所以這裡是8s 就會等於4567x加8 所以移過來x就等於8 可是題目不是問這個 他問你x-3x-6等於多少 帶進來 把8帶進來 所以5乘以2 答案就是多少 10 所以第10題的答案我們就選b 這種都是基本的通分解x 一元一式的解法 好 第11題 第11題這個是我們等量公理的應用 等量公理的應用 它現在有兩種積目 一個是正方形 一個是三角形 好 你了解之後成平衡 平衡的意思就是兩邊的質量一樣 所以來 左邊有三個三角形 我們假設這個三角形 好 你看 我們假設這個三角形 它就 我們這樣子三角形 現在很簡單的排法 就是這邊有三個正方形加三個三角形 就會等於右邊的五個三角形 就這樣子而已 這叫做等量公理兩個 所以移過來 三個正方形就會等於兩個三角形的質量 好 三個 那你這時候怎麼帶呢? 老師教你 因為這個國一的同學 這一單元還沒講到比的關係 可是國三的同學這裡就很容易了 三個正方形會等於 那我們就假設這一個會等於2K 三角形就會等於多少?3K 因為它這個地方 正方形比三角形就會等於2比3 可是2比3我們怕它裡面有線形 我們就帶2K跟3K 然後把一個一個帶進去 把A帶進去 B帶進去 C帶進去 D帶進去 看有沒有一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來喔 左邊 左邊兩個 兩個三角形就是6K了 3K加3K 再加兩個 再加2K 再加2K 這樣子有沒有等於左邊的9K 這個沒有一樣 看圖就知道了 B B的話這裡三個三角形 3K加3K 左邊喔 加3K 右邊是2K 2K加2K 這個也沒有一樣 就這樣帶就好了 你看C C的話兩個正方形是4K 再加一個三角形3K 再加4K 4個三角形是多少 4個三角形是12K 所以這個也沒有相等 好 最後一個看有沒有相等 最後一個是4個 好 4個正方形 再加一個三角形 就會等於來 右手邊 一個正方形 三個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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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邊算出來多少 42的8 8加3 11K 左邊11K 339 9加2 右邊也是11K 右邊也是11K 所以答案就選 第4個 這種題目 你如果覺得K很不方便 你就一個帶2 一個帶3 這樣子比比看左右兩邊 誰一樣就好了 記得 這個是很基本的 等量公理 等量公理 因為課本上面的例題 都是用這種來表示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12題 如圖將相鄰的兩處相加 答案填在下方的空格 兩處相加 然後填在這個空格裡面 請問X的位置應該要填多少 它的意思就是說 來 我們現在有三個圈圈 底下變成兩個 最後變成一個 好 它要你照這個遊戲規則 然後把這個答案算出來 這是X 這是-6 這地方是35 把它算出來 然後最後這裡是6 好 我們就排出來 這個 這個 然後最後變成這個 來 這兩個放在一起 這邊就是X-6 這兩個就是多少 29 29 然後最後X-6加29 就會等於6 好 一向過來 所以X就會等於多少 12-17 這裡是12-來 老師 不要跳那麼快 這一過來就是12-29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17 所以X答案選C 這是第12題的答案 第12題答案就選C 好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加法 然後再加 這樣子 照題目的意思就好了 好 同學你看到 黑板上這個圖 那這個圖它本身 它本身它是一個長方形然後切割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地方補起來 這種規則型你都把它補起來 因為我們習慣算規則型了 好 補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長寬各有兩個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是長方形 所以移出去這裡是3X-1 那這裡是2 移過來這裡是2 所以它變成有兩個長寬寬 你看喔 所以來 所以這邊就是 它的周長就是兩個 X加3X-1 加兩個來 2加4 這就是它的周長 好 這我們先等一下算 那它的面積呢 面積當然就是長乘寬 來 長乘寬 X加3X-1 這沒問題 關鍵是它的面積要扣掉這一塊跟這一塊 好 那我們先算這一塊 這一塊這個地方的長是3X-1 所以要扣掉3X-1乘2 然後來看這一塊 這一塊的長要小心喔 這一塊的長是 全部 我們全部是4X-1 4X-1在這邊 所以這一段就是4X-1去全部喔 全部是4X-1去減掉X加1 好 這個就是關鍵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全部的4X-1去扣掉X加1 這裡 好 那這裡的面積 這一塊的面積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一塊的面積我們整理起來 就是變成了3X-2乘1 來 老師寫在這邊 這裡一減之後就變成3X-2 所以這一段就是3X-2 3解個乘1 所以整個面積扣掉這兩塊 這就是面積 好 題目講說周長的面積要一樣 然後解X 好 這就是整理了 接下來就是計算小細一點 來 4X-1 這也是8X-2 加這裡多少 6 622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8X加10 它的周長就是8X加10 那面積呢 來 面積 乘進去 這裡是4X-1 所以乘進去 24X-6 好 這裡來 乘 要變號 小心喔 這乘進來 是6X-2 -6X加2 這個地方移出來要變號 -3X加2 好 所以這裡總共幾個X 這裡是24-6-3 所以總共多少 15X 這裡是14 15X 這裡就變成15X 這裡-6加2加2 所以這裡是-2 好 他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面積要等於它 所以8X加10 會等於15X-2 所以以下7X等於12 所以X就會等於多少 7分之12 X就等於7分之12 所以這個題目的答案 我們就選第四個13題 13題我們答案就選第四個 像這種題目 在跑場 同學就一定要把排列的式子寫整齊 老師發現有些同學寫字 自己都看不懂 那很麻煩的 你要排列整齊 自己知道在算什麼 這個正負號才不會弄錯 這個題目就是小心 沒有別的技巧 小心然後計算的時候要謹慎 這樣子才能夠容易拿到分數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十四題 同學我們看到第十四題來 十四題說 這格子裡面任意相贏的三個格子 它的核都是二十一 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 然後接下來三個三個 任意三個全部加起來就是多少 要二十一 請問X應該多少 好來 那我們根據這個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任意三個都是二十一的話 那老師問你喔 來 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小心 這前面三個二十一 那我們現在找我們知道的 對不對 隨便三個喔 從9這邊加過來 隨便三個都是要二十一 這邊也是要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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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三個三個就是二十一就對了 然後從這邊開始也是二十一 那現在它你要把X解出來 所以你要從左右兩邊算過來 來 看著喔 這裡二十一 對不對 你現在跟這邊有關係的 你要跟這個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這裡 這個地方隨便都是三個 隨便隨便都是二十一 所以這兩個老師現在畫斜線 這裡加起來二十一的話 那麼這邊一定是多少 十二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把它慢慢逼近喔 那這裡十二的話 十二我們再往前走一步 這加起來是不是也要二十一 所以這一格不就是9了嗎 好 我們隔地知道了 同理我們從這邊把它逼過去 來 這個地方 三格 加起來21 所以這一格就是16 16 同理在三格 所以這一格又是5 所以來 根據這樣子 我們中間這三格 中間這三格 X加9加5 是不是也是要21 所以這裡X就是多少 X就會等於7 好 所以第十四題的答案就是選B 來 注意齁 就是從這邊一步一步來這邊 從這個知道的數字開始21 再推一格21 再推一格21 這樣慢慢往下推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15題 他說請問這裡格子的總和多少 好 問題來了 格子的總和我們最簡單的 從上面算來看喔 這裡21 這三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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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格怎麼辦 不要怕 很基本 怎麼很基本 老師剛剛跟妳講過了 往後推 因為這加起來21 所以這兩格呢 這兩格是不是16 同理 這裡加起來也要21 所以這一格鐵定也是5 這一格也是鐵定 為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 這兩格加起來16 16加5 然後這裡16 然後這裡5 這兩格 這兩格 好 所以這總共幾個21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五個21 第十五題是 五個21 再加最後尾巴這一格 25 所以答案多少 這裡是105 加5 所以答案就是110 答案就是11 所以第四五題答案是選A 答案是選A 好 這題目有一點數字 玩數字遊戲的技巧 同學要靈活應用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十六題 同學我們看到第十六題 第十六題 基本是來考博文 把題目看清楚就好了 他說超商舉辦優惠活動 凡是同時購買一種商品 第二個就算八折 第三個算六折 那我們一次買商品 所以第一個是X 第二個打八折0.8X 第三個再打六折0.6X 這商品架起來要多少? 48元 所以這個地方總共多少? 2.4X等於48 這個很基本的 X就等於多少? 20元 所以一瓶飲料多少? 20元 答案選Z 這是照題目的意思下去算就OK了 好 第十七題 第十七題你要看這個表格的意思 他跟你講說這是一個算式 什麼算式? 就X等於4 不過X等於4的話 我還進來你看2減3乘以4 是負詞 4等擺進來 4擺進來4除以41 就是這樣的算式 他只是告訴你這樣子 他說請問這一個地方被圖黑的這個地方 請問是多少? 好啦 那你是不是要先算出這一個東西? 對 他擺進來之後 擺進來算之後 然後會等於2 所以要先算出這一個 所以我們假設這個地方就是X 我們要算這個X 所以擺進來 2減3X要等於2 所以移過來 3X等於4 X等於多少? 3分之4 換句話說這個地方就是3分之4 好啦3分之4再擺進來一次 所以再擺進來 4X 4X就是4分之1乘X 4分之1X 這個X3分之4擺進來 乘以3分之4加3 所以這裡約掉約掉 就是3分之1加3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3又3分之1 3又3分之1 就是3又3分之1 所以答案是選第2個 第17D選B 好 你注意這算式的意思 就是說我現在已經知道它是-2了 我倒回來算 就是這個X擺進來的-2 就把X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再帶進來再算一次 這個塗黑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 它就是3又3分之1 好 這是很基本的一個式子的運算 好 第18題 它說長方形的桌長是34 長比寬的2倍多2公分 好 來 那我們就用寬當作X 它是寬的2倍又多2公分 然後桌長 桌長怎麼算? 桌長就是兩個 來 兩個喔 兩個長加兩個寬 要等於桌長34 去解除X 來 所以這裡桌長4X加4 加2X等於34 移過來6X等於30 X等於5 好 所以這裡的寬部 這裡多少12 所以5乘12它用你面積 所以5乘12面積多少? 60 所以這裡面積第18題 然後你就選第4個面積 先照它的題目意思算出X 再帶進去一次就好了 好 第19題 他說下列和各方乘4的解 跟5括號X-2等於3乘3-X一樣 所以5乘X-2括號等於3乘3-X 我們先把這個解出來 先解出來然後帶進去看看來 5X-10等於9-3X 所以移過去 這裡是多少? 8X等於19 所以X等於多少? 8分之19 X等於8分之19 好 他問你說 請問跟哪一個的解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5X等於9X 所以你看 這個是不是就是A的答案? 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A一定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V呢? V我們把它解開來看看 3X-2 你不一定要把它解開 你不要看比較一下就好了 你看你是把這兩個對調 一個本來是5乘以X-2 現在變3乘以X-2 這個V的答案 要跟它一樣的機率實在是太低了 所以這個解不一樣的 跟這一個原來方的解不一樣的 答案就是選V 答案選V 那你說老師 C是什麼? C是我們左右除以15 你把左右除以15的話 左右除以15 這個除以15就會等於C了 你把它左右除以15 答案就是C了 所以C是一樣的 那我們移向8X等於19 這是V 所以唯一跟原來式子解出來不一樣的答案是選V 答案是選V 好 20題 有六個連續正基數 好 正基數就是13579 前三個的合適45 那問你後三個是多少? 連續喔 老師跟同學講 如果是正基數正偶數的話 因為它相差是2 所以老師會建議你 如果是連續的基數偶數的話 連續的老師會建議你 你要這樣排 S S加2 S減2 因為它相差2 所以老師我不能排S S加2 S加4嗎? 當然這樣也可以 不過這樣排會比較好算一點 因為加起來的話2會處理掉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假設這樣排 前面三個 所以S減2 加S 加S加2 要等於45 所以你看這剛好拿掉 你看多漂亮 所以3S等於45 所以中間這個S就是15 所以中間S15 再來是17 再來就是多少 這前面13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同學他說什麼? 他說後三數的和 那後三數的和是多少? 是9、21、23 這是一種算法 還有一種老師會教你很簡單 因為這裡已經加起來45了 加起來45 老師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13、57、9、11 你看我這邊加起來的數字是9 我每一個 對不對 我這裡總和加起來是9 我每一個都比他 來看到 再加2 再加2 對不對? 所以你告訴我 每一個7比1多少? 多6 9比3多少? 多6 11比5多少? 多6 如果他只要算總和的話 就是每一個每一個都要加6 所以你就是原來的答案 如果你不把它算出來的話 就是45加6加6 你看這裡你要知道數的關係 45加6加6加6 也可以把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加起來 這三個加起來 跟這個加起來 一定會一樣的 一定會一樣的 你可以這樣子算 也可以這樣算 因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 這三個跟後面三個 這個跟第一個相差6 用這樣推的也可以 所以這是18 這是63 這個加起來 也是63 你可以把答案算出來 也可以用推的 因為他沒有問你 他只問你合 所以答案是選A 答案二字題就選A 你要有這樣子的概念 對數字的概念 你反應一定要快一點 只要能夠在考場想出來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記住老師這一句話 好 以上就是一元一次方程式的一個立體演練 今天老師的課程 就為同學介紹到這邊